人学佛忠孝非常重要 孝顺是我们学佛的根基之一 很多人不孝顺 很多人没有感恩心 很多人不把别人当回事 实际上一个人应该多一点感动和感恩的心 两年前有一个朋友和他一起吃饭 我是这个朋友告诉我的 和他一起吃饭 突然这间电话铃响了 这个朋友就拿起电话 讲了几句之后 心情非常的沉重 结果放下电话之后 大家就问了 你怎么不开心 没有 我妈妈病很重 她饭也不吃 马上就要回去 回家乡去 半个月回来之后 人瘦了一圈 然后呢 朋友问见 看见他之后就问 你为什么这么瘦 你妈妈还好吗 他眼泪马上就出来了 他哭着说 没有见到妈妈最后一面 在把妈妈放进棺材的时候 他爸爸拿来一碗清水 里边有棉花 对他说 孩子 你把你妈妈的脚和脸洗一下 他用棉花蘸着水 帮妈妈洗的脸和洗的脚 一边流泪 一边擦 请问我们大家 我们给自己的爸爸和母亲 好好地洗过脚和洗过脸 没有 而父母亲从小就帮我们洗脸洗脚 所以学佛人要懂得感恩 要懂得善念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如果没有感恩心 他学不好 他不会有佛心 所以希望所有今天在座的学佛人 我们多一点感恩别人的心 我们就会多一份慈悲之心 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做人 佛陀对人间的痛苦 失去亲人 身体事业 常教导我们说 世间有四件事情不能是永存的 所以佛陀早就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告诉我们了 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学呀 佛陀说 有常者必无常啊 你只要觉得这个世间 还有这个世间可以长久的 实际上就是不长久的 世间任何事情都是在变化当中 身体生老病死 山河大地 城住坏空 哪有一件事情是长久的 第二 富贵者必不久 大家想一想 不管你大富大贵 有一天一定会衰败 而且富不过三代 所以除非你代代 即善即应得 做善事 所以贪心者 你一定是富不久的 第三 会合者 必别离 我们六亲眷属 在一起 时间长了 一定会分离和失散 所以有一句话叫 无不破之家 再轻的人也要面临生离死别 所以学博人要懂得这些道理 今天我们欢聚在高雄 开完法会 我们大家就散了 所以要珍惜今天的姻缘 要好好地善待众生 佛陀说的第四点是 强健者必归死 不管你多年轻 多健壮 你再长寿 从出生 你就与死相伴了 被死亡威胁着每一天 所以要在有生之年 我们要解决生后大事 则生亦安 死亦安 在这里我们要像 比我们走出前一步的各位把师们 因为他们已经注重到生死大事 所以他们在学博路上 比我们走得早 在鬼我们做出的更好的榜样 我们也感恩他们 明白 可乐 照顾 感谢观看